什麼叫有沒有討論 你說了算 在野黨齁 三場公聽會 一場專報 兩次委員會審查 五場草野協商 你可以說沒有討論 因為你有主觀感受 但是比較起邱毅營 前瞻預算 三分鐘碾壓 沒有討論 沒有表決 甚至沒收在場的意義 卓院長 當作沒看到 我要謝謝黃國昌 官員說謊 抱歉 啟示懷疑所能定罪 公然發假消息嘛 法學素養都不夠 提出一個什麼爛的復议案 這一波的修法生效了沒有 目前沒有嘛 淋嘛 我今天站在這裡 我如果是一般的民眾 剛剛委員的那一段話 我內心會非常的恐懼 那五百人更恐懼 民進黨政府就是恐懼的總和 我不接受 680個案子 有500個案子法院不裁罰 你民進黨一句話說了算 把人民用色違法來移送 你就是有恐懼的政府 首先我要謝謝張祺凱委員 你好 澄清了今天行政院賦予的第一個假消息 這個總統到立法院聽取 就做國情報告並進行問答是違憲的 他引用了賴清德的說法 賴清德的說法是什麼 按照憲法 總統不只要到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而且要接受質詢 他的詞會叫質詢 坦白講我也不認為是質詢 就是問答 所以謝謝張祺凱 直接用賴清德的話打領了行政院 我要謝謝侯孟凱 在行政院的副議裡面 跟我講說沒有討論 討論有沒有 確實有一點主觀感受 當然有一個 我們在野黨 三場公聽會 一場專報 兩次委員會審查 五場草野協商 加上四天的表決審查 你可以說沒有討論 因為你有主觀感受 但是比較起邱憶營 潛災預算 三分鐘碾壓 沒有討論沒有表決 甚至沒收在場的意義 卓院長當作沒看到 什麼叫有沒有討論 你說了算 我要謝謝黃國昌 官員說謊 抱歉 啟示懷疑所能定罪 公然發假消息嘛 官員說謊要成罪 要經過檢察官 要經過法官做事實認定 沒有懷疑就能成罪的 法學素養都不夠 提出一個什麼爛的一個複議案 國會改革法案生效了沒有 請問院長 這一波的修法生效了沒有 所以我們才提出複議 對還沒嘛 對不對 所以引起目前沒有任何民眾 按照所謂的聽證調查 來這邊請求協助調查 或出席聽證嘛 沒有嘛 目前沒有嘛 零嘛 我今天站在這裡 我如果是一般的民眾 剛剛委員的那一段話 我內心會非常的恐懼 我告訴你 那五百人更恐懼 我告訴你 沒關係 謝謝你 就要回答 你跟我講恐懼 我告訴你 我接下來要告訴你 那五百人是如何的恐懼 謝謝你回答恐懼兩個字 民進黨政府就是恐懼的總和 我不接受 六百八十個案子 有五百個案子 法院不裁罰 你民進黨一句話說了算 把人民用色違法來移送 你就是有恐懼的政府 請問這算不算 你偉大的院長 你口中的侵犯人權啊 算不算 報告委員 這個有司法權的救濟 甚至有 謝謝你 有司法權的救濟 我感謝你 這個怎麼樣 停 我只要到這邊 我本來還沒打算問到這一題 你先出來了 有司法權的救濟啊 虧你講的出口 今天說謊官員 按照這次的刑法修訂 是誰來審判 說謊官員的罪責 你一直說說謊官員 那到底誰是說謊官員 不是 我跟你講 誰來判嘛 不是你判不是我判啊 法院判啊 一個委員提案 就是你說的司法救濟 謝謝卓榮泰 你打理了卓榮泰 你聽證調查 你講司法救濟嘛 聽證調查 在多重門檻之下 到最後 如果人民不服 一樣是行政法院救濟 所以一樣有司法救濟 謝謝卓榮泰 你打理自己 按照警政署司法院監察院查核資料 我看到的資料 2011年到2015年 因為前面我也沒有 五年資料 違反社違法63條的移送件數 你知道是移送多少件嗎 我直接告訴你32件 我只知道當時 平均六點四件 社會瞩目的違法監聽案件 是大家都重視的 你要去扯別的東西 不在你覆議案 那我回歸正途來講 沒關係齁 按照蔡政府齁 蔡政府齁 蔡政府2014年 2016到2023年 這8年 我們回歸覆議案好不好 673件 平均84.1件 來 我要告訴你 我們回歸覆議案的討論 沒關係啊 我要就是回歸你覆議案啊 今天 只要我們 蘇貞昌院長 對杏公豬肉不爽 就去杏公豬肉 就被查水表了 我們的陳建仁院長 說這新北的謝先生 買到黑心的綠色雞蛋 他覺得是造謠 馬上警察八小時傳人 半夜偵訊 這樣的一個所謂濫權 在你眼中不是濫權 來 我跟你講 國會改革聽證調查的四大門檻 第一大門檻 有所謂拒絕政言權 因為時間不夠 第二大門檻 依三位立委決議 才能夠發動聽證調查 第三大門檻 依三位立委決議 才能夠處罰 第四大門檻有司法救濟 第一法院這麼嚴謹門檻 叫做侵犯人權 你民進黨查水表政府 叫做什麼 無法無天政府啊 謝謝